9月19日,历经四年改阔建后的新疆图书馆正式开馆 经过20余年的发展,新疆图书馆已形成以新疆少数民族文献、地方文献和古籍为特色的文献资源体系 现有汉、维、哈、科、蒙、西伯等多余种文字文献245万余册,数字资源总量100TB 新疆图书馆的射评识别智能自助设备,可让读者享受自助办证、刷脸借阅、电子图书借阅等智能化借阅体验 除了传统的图书阅览与借阅区,新馆还规划了展览功能区、学习培训区、城市书房等创意功能区 为读者提供自助借环、文献查询、休闲交流等全方位服务 新馆开了以后环境特别好 另外一个就是,我觉得咱们新馆上了好多新的设备,还有一些便明的阅读APP什么的 对于我们平时阅读非常方便 新疆图书馆原馆长孙智利看到崭新的图书馆感慨万千 她表示,改阔见后的新疆图书馆面貌焕然一新 而且读者借阅图书的方式更加便利 有助于市民来图书馆借阅纸质图书或者借阅电子书 借书少,读者也少,服务非常落后,都是手工操作的 评卡片,登记,这样一种流程 现在全部变成信息化了,自动化了,电子化的,整个形式就不一样了 从管容管帽上来讲,变化就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新疆图书馆新馆总面积逾5万平方米,设计藏书容量500万册 阅览作息3000个,读者可选择在馆内任何开放区域阅读 据悉,新馆开馆后,基本服务免费开放 读者可凭身份证,办理读者证借阅图书 押金为100元人民币,每证每次可借4册图书,借期30天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新闻网客户端